我们的网台工作室 经意开计了IG帐户 想收看最新的突发内容 新闻评论和节目资讯 即刻follow 新闻评论和节目 上星期的CC频道也算是女友佳作 我认为星期四和齐几峰六个集 Crossover 坚尼地政经 然后星期五访问均无弃然的Larry 第一次光临CC频道 然后星期六日是罗家聪KC博士 首次光临CC频道 其实要怎么说呢 是不断破纪录的 这件事就全靠你们支持 所以你们继续支持这个频道 我们希望越做越好 我们一个小小台仔 能够有这么多重量级嘉宾 这个也是很开心的 我们也希望 未来能够越聘越多 OK 台湾的新闻也有说几次 这个经验不单止是台湾的新闻 为什么我这个频道很想跟大家说呢 就是因为台湾和香港面对同一个敌人 就是中共的极权 我们透过台湾发生的事 我们也会见到中共面对中共的情况 而台湾的事也是全世界的事 所以 无论我们作为香港人的身份 或者我们关心现在 全世界面对中共的这场战争里面 我们也绝对需要关注 再加上这个选举 只是说娱乐性也非常十足 所以 台湾选战继续跟大家去跟进 上星期那一集 就是 一个星期之前 那时候 就说侯友义去美国 高雄安再爆寡妇留案等等 那一集里面 YouTube原来我忘记了上的 所以如果你是YouTube的会员的话 你可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突然上多一集呢 因为上次忘记了 这两个星期发生了非常多事 根本就吓死人 高雄安 已经消失了 已经没有人 不再提高雄安 因为实在发生了两件大事 这两件事 都是矛头直指国民党 所以 今天就跟大家说 发生这两件事的最新的情况 如何影响到这个选情 尤其是当国民党的民调 再因为这两件事 扯下来 OP竟然有 在高雄安的泥沼 爬回头 然后OP就出招了 今天就说这几件事 国民党 他们就叫做 湘太 两个台风 一起来 这两件事 非常非常大 所以 这两个星期 台湾媒体 全部都 全部都不用担心没什么做 只是这两件事 每一件事都够做到天方地老 第一件事 我们update 就是这个 Linby考荣 有些新的网友 可能完全一头没水 这件事反而我不想说太长 所以 我就做一个 update 给大家 就是一个 回顾update 或者一个懒人包 案情 8月中开始打起 所以8月之后 其实民进党的 民调就掉下来 这就牵涉过 入口蛋的情况 有一段时间 台湾没蛋 最后农业部统筹买蛋 买蛋一定是经 一些中介的商人 或公司去负责 好了 Linby好友 这个patreon左边那个 左边那个 就是那个 连笔考荣的 那个版主 就是这个 林雨宏 好了 他就不断地 踢爆 所谓的 评击政府 评击 执政党 民进党 农业部 这样 打打打打打 他就说 你透过一间台龙投资的公司 就买这些巴西的蛋 谁知道买完之后 你放在这里 几个月 过了应该保质期 就流入市面 搞到农业部 最后就要下台 好了 接着到9月22号 大约三个星期之后 Linby好友 在王国昌的直播中 哭哭哭 被恐吓 好了 整个追击 就由 攻击 农业部的蛋 因为农业部 农业部长辞职 没得再搞了 于是 就由这个蛋 转移到 被恐吓 暗示 民进党 暗示 因为没有证据 民进党 现在就是这样 打压言论之后 打压言论之后 还要恐吓他 你看他多么糟糕 连所有国民党 民众党 都出来了 一群起工资 谁知道 大翻车 怎样大翻车 国民党整天就说 要清查 民进党是不是不敢查 怎料一查之下 竟然是一个 国民党的人去做的 是自编自道 林玉宏 他找一个叫做 许哲斌的人 负责这件事 许哲斌就是中间这个 许哲斌 就负责自编自道 中间右边一个 中间右边一个 许哲斌 一个国民党的党工 就去统筹这件事 就用他假的Facebook account 就把这些恐吓message 给林玉宏 自编自道一个 被恐吓的事 你说什么 这个多么夸张 好了 现在还没完 现在 接着就把许哲斌 和能玉宏 背后 到底还有什么人在后面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民进党就越做越大了 你看到了 就发觉许哲斌 和 云大 合作过 叫做 周柏 人的人 那他 就 就说 就说这个 许哲斌曾经就 帮过这个周柏 人 那间公司 那间什么公司 就叫做方向 真的不是方向报 方向传媒有限公司 方向传媒有限公司 我不说那么多人物的事 就太复杂了 简单说 这间方向传媒公司 就非常之有政治背景 直指张善政 或者叫做云林的张家 云林张家就很厉害的 然后就 还有 张荣薇 还有什么 张丽善 前院长 现任院长 这间传媒公司 就报出来 曾经在总统大选 先后受国民党 超过700万 的宣传经费 那 现在 民进党就说 这个是一个 系统性 的一个支出 就被他们用来抹 黑 民进党 好了 民进党就把这个路线图 画到鬼链那么复杂 许哲斌 就画到 周柏仁 周柏仁 周柏仁后面就是方向传媒 方向传媒就整个人给他钱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说 政党 去找一间双熟的媒体 去负责做事 这个 其实就全部都是这样的 你全部都是 全部的东西 都是给自己的 很多都是 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你这个 政党支持的 一间媒体公司 涉及 造假抹黑 还要证据确作呢 你不是普通的抹黑造假 是自编制到一个恐吓事件 那就很麻烦了 所以这宗案 民进党就倾巢 倾巢 开了寄招 他定性是一个 蓝白抹黑的 产业链 这样 打的 现在 林耀宏的黏鼻好友 真的很奇怪 他 竟然在维亚纳出帖 所以 那些人就说 你肯定在后面有人给钱 你不要走去维亚纳 他维亚纳 奥地利出帖 就说我错了 我退党 他竟然拿过 民进党的党会籍出来 其实民进党你可以上网做会员 其实是很容易做会员 我也可以做会员 我不行 我不是台湾人 不是台湾人 我怎么做民进党 我真的不知道 总之 很古怪 他就说我现在退党了 结果 他也是回到台湾 现在 被逮捕 他现在在台湾被逃园的地检法院 收压禁建 收压禁建 什么意思呢 就是拉了 不给保释 不给建人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 一个暂时的处理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因为 背后 一个 牵涉重大民生议题 言论自由 人身安全 对社会造成极大影响 国民党那边 就有人觉得 你现在政治打压 有没有搞错 他被恐吓的 他被恐吓的 他是自编自导 你不需要收压禁建 这样的解读 一定背后还有更多复杂的内情 是不是背后有人要付钱 他背后 是不是牵涉这间公司 收了很多政党的钱 负责做大量的网络攻击 造谣 抹黑 第一 第一 牵涉 三件事发生了 第一 牵涉这个国民党大炒车 国民党大炒车 他本来是被恐吓的 原来他是自编自导的 第二 没有人再提弹了 这件事 帮了民进党 在这个弹的事件 抽出来 第三 原来这件事如果背后 还是牵涉到更多的内情 即是说真的是一个 牵涉资金流向 做而抹黑的话 三重就 对国民党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但是当然都怨不及 这一宗马民军案 这是第二宗 马民军案 如果有些网友不知道 其实在台湾 在政坛上的超级 核弹式的一件事 马民军是一个国民党的立委 南投院的立委 但他也是国防的外交委员会 他负责 国防就是负责买武器 批预算 话说上个月 9月28号 台湾的潜艇 海昆号正式落水 整个计划的负责人 王楚光 也是前参谋总长 前南长 一直有立委在搞搞阵 大家都在估计是马民军 但是未开名 整宗案里面 曾经附加做咨询 其实他是一个商人 国演 大爆料 国演说就是马民军 这个糟糕 马民军大反击 现在 弄得很乱 重调就是 现在的罪名就是马民军 为什么你屡次 不断阻挠这个预算 是右左 不是右左 根本 你就是不想 台湾能够 自己制造到 这个潜艇 第一 第二 涉嫌将这些机密 爆出来 比如说 谁帮忙做 谁负责给一些技术 令到 有6个韩国的工程师 回到这里 就被拘捕 如果爆了这些机密之后 谁还敢帮台湾做船呢 这个就正正益了共产党 所以就说他是爆料 买台的 立位 最新的发展 就是一个 出了第三个人物 叫 王晶 王晶辉 他是一个前的 南长 当时 郭演 他是做商人的 其实当时 郭演和马文君 现在就反了面 但当时 他们是很朋友的 为什么呢 因为郭演 找马文君 帮忙去 卖东 卖武器 卖东 因为郭演是商人 在政圈里面 有人帮他 去 开绿灯 批钱 做国家的采购 现在就翻了面 当时 他要 找人 给专业知识 马文君 找了前的南长 王晶辉 王晶辉 就这么说 他就 他就说 本来他出来 一开始爆料 他就说 马文君 把一堆 文件 把一堆 里面牵涉 很多 潜艇的文件 就 用公民 即是用这个 桌案 立位公民桌案 就给了四个parties 包括 国防部 调查局 海军司令部 以及最神奇的 最被人现在争议的 韩国 台北办事处 根据 马文君 那边的说法 就因为 他们投诉 郭演这个人 很不够 谋取暴利 就是 骗国家的钱 亦都这些技术是不行的 所以我就要爆利 我就要检举 但问题就是 为什么检举 他要给台 韩国办事处呢 反方的觉得就是 你根本就是 洩物 是吧 暗瓦底是否收中共钱 都未知 所以予了共产党 这边的说法 就是说 为什么我要给韩国 因为我要韩国那边 confirm 这件事 真的是弊案 你这家公司 真的不行 现在两边就大咬了 黄晶辉 第一 confirm了这件事 但他就继续上节目 他就说不是 不是 我觉得马文君这边 就不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是国演 OK 这单风波 闹得很大 最新的情况 就是马文君 就出来说 我都说这间公司是不行的 怎会那时候 找一间叫GL公司 卖烟草的 就被练研之后 我会先讲讲这个人 就被人爆料 你说那间公司 你说那间公司做潜艇不行 是制烟草 也不是那间公司 帮台湾作技术的GL公司 不是 你说的 帮台湾的GL公司 是一間直佈羅陀成立的公司 英國倫敦那間是雜貨店 是同名但不同公司 你沒理由搞錯 馬民軍是搞錯還是說謊 就不得而知 現在高檢已經立案去調查這宗案 另一個時事評論員 我也喜歡看的叫李正浩 就說這個星期檢舉他 這個鏈尊先生 各位網友 我會再另外一集節目 這只是給大火 之前有Patreon網友說 為何好像大火 這個細火中火加起來都是15元美金 大火沒有什麼特別 今集就做了一集特別給大火 以及Youtube的超級會員 因為Youtube會員有兩個class 我連名字都忘記了 有一個是超級會員 我就會錄一個特集去講鏈尊先生 鏈尊先生是我現在非常喜歡的 在電視上看的一個立委 即左邊的男人 我不知道大家看左還是右 總之這位男士 他就是民進黨的立委 他和乃清德幾乎兄弟班 他是台南的立委 他是一個冷面笑將 在這個節目中串到爆 但很好笑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看看台灣的論證質素 我認為是去到很高 是去到很高 OK 好了 現在的事情繼續發展到這樣 但這宗案基本上 一面倒都是炮轟馬民軍 因為實在很多事情都是破綻百出 這兩大旋風 直捲著國民黨 導致國民黨的民調跌下來 這就是國民黨的最新民調 不是國民黨最新民調 就是美麗島電子報的最新民調 賴清德 這是10月6日做的 就是幾天前的 美麗島電子報 賴清德 就走掉了彈彈的漩渦 然後上升到38點多 最大的分別 而這個突破 就是藍色的柯文哲 上升到24% 領先後友誼20% 所以 柯P就出招了 OK 出什麼招呢 我們先看看片段 看看片段 然後回來繼續評論 讓我先看看 我先說一下 柯P就提出 要怎樣藍白合法 藍白合一直說了很久 當侯友誼 藍白合就是國民黨和民眾黨 合體想對抗這個民眾黨 因為 這個數字就這樣計 你25%再加20% 加上45% 就高於賴清德 當然數字就這樣計 但是 數字不是這樣計 但是 唯有這樣搞才有機會贏 所以就聲稱一個藍白合 遲遲都不可以 遲遲都談不定 為什麼呢 喂 侯友誼和柯文哲 兩個都不會做的 兩個都會選的 好了 但柯P終於出招 為什麼 就是看重你最近的民調 倒下來 我就跟你說 鬥民調 來吧 我們看看片 好了 這裡就是這個情況 實在太多新聞都 skip了 中間說到賴民軍時 就爆了一段賴清德 他自己開會的片 就瘋傳 網絡瘋傳 就是在2005年的時候 賴清德在一個程序委員會上 跟國民黨的代表 反台 賴清德 就算沒有聽過之前的集數 都知道賴清德的風格 都是很溫文言 在那個場合 賴清德竟然是 我吵你了 不是 他沒有說廣東話 他媽的 這樣 超生氣 為什麼呢 當時的國民黨 是把所有的議案 在一個程序委員會上 剁掉 直接大會都上不了 所以就很生氣了 所以你看到 這兩條戰戰 包括黏鼻很有紙編自導 再加上 國民黨 是不是要擋住 台灣能夠買武器 做潛艇呢 就一個大核彈爆出來 一個大核彈爆出來 首先 我播放第三段 說話的一個 非常出名的資深媒體政論 他自己本身是政黨出身的 非常資深的忘料 現在出來做評論員 你看他整個風格 好像那些 用樹頭講故事 但他非常有料 他叫上義夫 所以 我再說一次 各位網友 我會再補多一節Patreon 和會員 超級會員 和這個大火 才會看到的 我就會 想分享一個 我很喜歡的 立委在電視上的表現 先不要說政績 先不是評論他的政績 和個人 我不知他私得怎樣 只是評論他在電視上的表現 我覺得非常精彩 就叫做鏈尊先生 林俊憲 我會評論他如何 如何在政治上 如何在電視上 如何能夠和對方的對家 在針鋒相對的時候 你是用一個最 我認為最高明的方法 如何幽默 冷笑 冷面笑將 去KO對手 我覺得非常精彩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 究竟台灣的政治人物 有怎樣的一個水平的話 就可以看 待會再補多一節的Patreon節目 但先講到今天的節目 所以 當後日 你見到 阿歐P就提出 一個 流動一個波出來 就是說 鬥民調 為什麼他這樣流動出來 因為我民調高過你 阿歐P就看準了 你國民黨這段時期 你深受兩個漩渦的影響 我民調一定騎著你 現在跟我聊 國民黨是完全接不到招 所以你見到侯友宜出來說 我們不是只看民調 那看什麼呢 難道看你有多少黨產 難道看你有多少委員 現在就未知國民黨怎樣接招 民進黨這邊全力大舉進攻 他也不只是看總統 是要看立委選舉 現在的戰場已經去到 應該有兩個戰場 一個總統戰場 一個立委 立委會議員 立委有分地區 和不分區議員 現在呢 因為民進黨 從來在立委上面 都是輸國民黨的 在地區方面 所以 想趁著這兩件事 就要將戰線 燒對立委 那首先尚義夫 我覺得他分析得很好 之前那些人經常串民進黨 就銷售芒果乾 亡國感 這次就要銷售安全感 如果給你國民黨做立委的話 就好像這樣 我們的潛艇做不到出來 delay我們的國家的國防 讓你選擇 整個戰局就這樣打 而OP這個時候 就想出來 趁你國民黨病 我就拿你命 大家聽我說了這麼久 有一個人文沒有說 郭台銘 現在都不知道他去了哪裏 他的聯署究竟搞成怎樣 在這兩大風波裏 完全沒有聲氣 好了 台灣選戰 跟進到這裏 如果大家可能在Youtube看到的話 截錄Youtube 看回的話 如果你想收到最新的update情況的話 希望你們加入我們CC新聞的Patreon 或者Youtube的會員 下集再見 Thank you Bye Bye